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机器对阵ZQ的第三局上半场 双方前面四局是全屏 那现在是真正的决胜局了 当然也有可能会加散 这边余生是搬掉了 机械前锋拥兵这三个点 那这边445拿出了 自己的绝活牛仔配合祭司 也就是说这张地图是医院 刚刚没讲 医院这张地图 祭司牛仔都是有故事的 或者说都是有大故事的 是有很多很多 可以打出非常奇妙配合的 一个神奇的点位 所以说这张地图配合着 对面的这阵容打的是小提琴 感觉会很好看 感觉很好看 开局的话特别看刷点 脸上要是能抓一个牛仔 抓一个祭司 在一些小房废墟这些点位 抓的话还不错 能抓就抓了 抓不到吗 那可能要找这个先知 因为牛仔和祭司这两个角色 一旦进了医院 那强度是不一样的 就完全变两个人了 本来可能就对吧 唯唯诺诺 一旦到了医院以后 就重拳出击了 好我们看一下刷点 主要来看的是 宰宰的祭司已经进了医院 445 这里在绕 好祭司第一个洞已经打好 两个人先知 祭司两个人是在鸟笼碰头 牛仔这边首先遇到了 哎一根弦已经放出来 怎么说 拉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这里再绕带的是闪现 两板的话 余生这边需要踩一块板 再踩一块板 这个牛仔可能就转点了 想要卡在这个点 然后用技能来把这个牛仔给摁死 看两边的一个放技能的一个准确度 以及一个躲技能的一个熟练度了 不好说 这还真不好说 好 好风走位这里是要么吃一刀要么吃个技能 技能先放没打中 回身过来一刀打鸟顶上 闪现10秒钟 这块板子要踹 这块板子踹完 你翻过去 我这里找机会来压着你打 这个点位压住牛仔应该是不太好操作的 先放技能 然后再翻窗 哎 先翻翻过来 祭司开始拉大洞 好 技能能不能放中 能不能放中 放差一点点 再补一刀 牛仔这边再往前冲 前面有没有板子 再勾一个板吗 勾一个板子 翻个板 加个速 这边开了技能以后给你减速 两边有来有回啊 这里应该是闪现一刀要过去打了 但是牛仔刚好翻了一个板 过来 拉技能 直接秒 好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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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交换双方55开吧 闪现也交了 鸟也顶了 看防守了 看防守了 守墓人这边应该是要准备来就第一波人 先知的电机已经点开 大洞也已经打好 这边开始狂想取各种来控电机 但是也就是稍微的控一控 稍微的控一控 电机点开 两台机修掉 这边祭司穿大洞过去补守墓 小房的电机 三台机能修开 然后先知重新修一台 还差一台电机 还差一台电机 看这波防守 这波防守就至关重要了 防得好 能真 哎呦 这边是让这个守墓人无伤救了 这边打一刀 穿 好像是要穿大洞啊 这边祭司已经打好了辅助洞 那这边的牛仔是可以直接穿大洞的 牛仔这边在等 在等 在等 哎 这到底穿不穿 还不好说 穿了没有 好像是没穿 哎 这里骗了一手 这里骗了一手 这个人压根没过来 完了 被骗到了 那牛仔那边摸起来 这个大洞真是要了亲命了 就我刚刚就说了 这个祭司牛仔这两个角色在医院里面就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节奏已经是全炸 爆炸 爆炸输出 过来管电机 管电机 这牛仔待会被摸好了又是一条好汉啊 技能 拉一下没拉中 无穷动 这边翻 躲掉技能的伤害 然后这边继续一个加速往前走 能吃一刀 一刀打 怎么说呢 刚才这里追过去也一样 追过去人家穿洞 然后祭司也能摸 但是呢 追过去至少确认能够不在医院里面 现在的话就是直接秒了这个先知 那要挂回去 管遗产 这里是人先全部摸好 然后把先知挂在这一个医院口 做一波防守能够管道踢墙的电机 先把牛仔摸满 这边狂想曲再皱起来 这个牛仔最好是外面重修一台 我们看一下这电机怎么安排 救人怎么分配 祭司 牛仔 两个人一起穿洞过来 牛仔也来 祭司也来 两个人来 技能已经焦了 这波技能一个无穷动 没打中 那边捞下来 祭司带薄命 先知走 这牛仔无烧 现在买血 一刀打 打断了牛仔的勾 祭司在这里蹲 在这里蹲 哇 这里牛仔还想要传动 还想要传动 一根咸锋 最后一台电机了 最后一台电机了 先知 这里不敢动 但是仔仔这边的祭司是买血 要去补踢墙的机 要去补踢墙的机 技能马上好 闪现一刀打 没打中 哇 一根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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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电机已经快好了 一刀打 电机能不能亮 能不能亮 能不能亮 能不能亮了 没有闪现 这一局三跑都有三跑有可能 三跑有可能 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技能的 这一把压力可能要给到我们ZQ的 这个求生者了 祭司这个点 那留一个吧 留一个吧 让队友去争一个三跑了 千万不要被打一个四跑 因为这边有一个地窖 地窖的话 直接一个无穷动机倒 那边人 因为现在切技能也没有用了 这边挂上以后 球一个留一 哇 这一局真的 开局就讲了 这两个人的配合 还真的是打出来 确实非常精彩的一波 穷者的配合 守墓人博命救 救完以后 祭司打辅助洞 穿大洞走人 绝活牛仔 虽然说没有能够非常秀的勾人 但是 祭司配合上来 也打得非常的精彩了